嘩 你三個男人坐在這 什麼今夜不聊天 我們這個今夜不絕亡的節目想怎樣 什麼都說 今天我們有Frankie Frankie大家應該都見過幾次了 洗車 拍照 今天最主要是我們有個新朋友Jackie 對 今天講什麼呢 Jackie很厲害 剛剛在英國 通過了一個驚訝功器 一次而已 第一次已經搞定了 搞錯了 我也想大家分享一下這個經歷 我想都會幫到很多將來 因為接下來的香港人可能都要下牌 一定要走 要開車 所以都應該挺有趣的 好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還有按鈴鐺 好 Jackie 你剛剛考了一個牌 你在哪裏考的 我在Gilford Gilford考 為何公司學車 我是跟AA學的 AA OK 難不難找師傅呢 聽說些人 現在好像好一點 但我最初來的時候 應該五個月前 就是沒有自動波師傅 完全沒有 沒有自動波 基本上只有一個 就是只有棍波 我那時候沒有的時候 就要找一個棍波師傅試試 OK 你特地要找一個 節目 OK OK 為甚麼 不是學棍波好一點嗎 因為 因為我本身 我自己買了一輛車 買了一輛車是自動波 但之後就再想 不如照考一個棍波試試 我發現將來會有機會 做事用得著 上了兩堂之後 就突然有個自動波師傅 就立即轉 而且你一個人可以控制整輛車 原來是蠻複雜的事情 即是你要轉個波 要幾匹指 幾時的那些 我覺得都是複雜的 所以最終 玩的話 就是要棍波 要一點時間 我記得我小時候學棍波時 我都學了很多鎖師 把握到那樣東西 即是自形 其實是很不… 即是轉波又要保持著 對 你又要這樣 對 都麻煩的 那時候棍波師傅 他會教你怎樣聽 聽車 對 他要整個車 摸的原理 教你 甚麼時候摸 怎樣 其實挺有趣 作為藍絲 說他那些機械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不過你反而香港學了一段時間 因為那時候 疫情 疫情是 很多都排不到期 所以我要 排不到期後 就要來英國再考考 哦 那其實都 可能你都應該挺上手 即是你都應該 但都有點不同 我覺得 在香港學的那一套 跟英國那一套是很不同的 先說筆史 筆史 是的 那一套是怎樣的 一來到 我記得就要報筆史 那筆史 有一樣東西的就是 你要住滿不知多少 183天再考筆史 那時候我去報筆史 他唯一不同就是 你要温很多條MC 應該1000條MC 我都想問甚麼是筆史 筆史 就是理論的課 是的 即是要讀 哦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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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okay 他有可能是10至12 學會了新中文 哈哈哈哈 It's the written test okay I know that now thank you 哈哈哈哈 他有些MC 其實你要認識DMC之前 你要看完那一堆的理論 是 香港比較好 因為是全中文 但現在你要全英文 你還要一些定義 都不知是怎樣 那你就要溫完那一堆東西 然後 最重要呢 我那時候就要買 運輸署的apps 你還要判斷 你還要判斷 定義的判斷 是不是跟香港的形式相差 即是 多少酒精不可以 又不是的 他會給你一些 你有甚麼情況下 你不可以自己開車 有四條的 也挺明顯的 有一條的答案 但有時是 你不可以用常識的答案 即是常識的答案 是否跟英國的理論很不一樣 我想都是 都很不一樣 英國我記得是 以前是對著電腦 然後它有些situational 譬如你在一條路駕駛 如果有機會是一個危險的東西 你要按鍵 那個叫hazard perception 你要按鍵 按鍵 如果你是不斷按鍵 死人的 你會死 所以你也要看出來按 你不可以多按五次或八次 最重要是你不知道能夠按到沒有 即是你以為能夠按到 他就不會告訴你 你已經按了 不出聲的 你按五次 他就會說你 你按得太多 是的 他會訊息你 是的 我都試過有一次是這樣的 我記得是 你終於有一次沒有分 你當時沒有分的時候 你的人呢 鬼汗 鬼汗 死了 他會很害怕 這裡有一個按鈕 然後無端端有一個小朋友 波輪出來 按鈕 這些東西 可能是部分B 你按鈕 但部分A的 真的是一堆 一堆MC的東西 那你就要按 OK 那個practical 講一下practical 首先這個是不是很不同 是不是不像香港劃死一個路線 不像的 香港 譬如我考其中一個地區 考試路線 你駕熟了那三條路線 其實它的情況 其實都大同小異 唯獨有一個很不同的 就是香港是一定不可以很快的駕駛 你學會駕駛20多公里 20km 至30km 其實已經就完結了 但這裡就不同 這裡就是很practical 你捐到一個60公里 你駕駛60公里 你不可以駕駛55公里 你要駕駛60公里 真的嗎 是的 你駕駛得慢 它會影響後面道路 就是道路使用者 還有一些香港有些動作的死車 不知道不知道是什麼死車 譬如有輛車拍了在路旁 你要打燈令頭 之後再轉線 又再進入線 又要打燈令頭 就要做這件事 你看不看都好 你一定要這樣做 我不是英國都是的 即是 怎樣都要令頭 我正在看 你不可以只是用耳駕駛 但我當時 我照顧很多字頭 師傅有說我的 我沒有去問 因為我說 在香港有死車的動作要做 他就跟我說 你要做 但不是要 一見到你就要做 就不是 他就說 你的令頭有沒有目的 即是你不說你是死車 你那個目的 你就不要做那個 我覺得 都很划算 我覺得都是 唯獨令頭 有時真的看有沒有單車 因為英國有很多單車 你自動波 你開什麼 你開什麼 我開 師傅 不知道有什麼型號 因為AA 很多時候都是那個型號的車 是車仔 應該不是車仔 是跑車 小色的狀況 我最終跟著這位師傅學了28個小時 但很有趣 師傅一上車 由第一天 就跟我說 其實這位英國人要考車 至少要考80個小時 80個小時 40個小時是自己自己自動波 八十個小時 等師傅學 我當時 我會覺得 80個小時好像很多 你肯定夠 你很喜歡自己去研究 是呀,即是40个小时是师傅和你一起学的? 不,他要80个小时师傅跟你 我认为他像我跟AA,他有一个计划是要 指导师要考虑你究竟是否在5分里取得到4.5分 最后整个运动,你要有93%以上 他才会被车考虑 但考试时间已经定了,我要早5个月前预计 才预计到5个月后的时间 那你到官司买计划有几十个小时 他会计划你,他会计划你 他会计划你,他会计划你,我计划你 他会计划你,但五个月前你不计划 他会计划你一个星期上两三堂 一堂两个小时,是不是? 对,两个小时 你这星期上两三堂,你一直上升,应该有七至八十个小时 其实学多些不是坏事,因为我记得 我计划有些车法诊,而它仍然是팎率很难 我计划是应该中的数据数量 这数据也挺低的,你想想一下 这个平台是党ising人、最后失败的数据数字 所以他们会再输败一次 那一范率,仍然是两次、三次的数据数字 我觉得这次找Jacky上来很好的一个分享 就是有一些很细微的东西 起码你的指导是很肯定的 说到Ben应该怎么做 例如有些什么呢 我最经常跟朋友说就是走个Roundabout 我直线出究竟我打不打灯 或者应该怎么做 其实我的习惯 我在Roundabout一出 例如我6点出12点 我什么灯都不打 因为全司机都是这样做 那我就跟着 我去到出车就说走 其实大家车都是这样做的 那天Jacky跟我说 我出车的时候要打灯 或者入车的时候要打灯 我就觉得是不是 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个 首先英国的Roundabout有两个 一个是mini Roundabout 一个是normal的Roundabout 首先mini Roundabout要认着一个蓝色的指示 里面有三个箭嘴 即是这个 你只要看到这个才是mini Roundabout 我先说mini Roundabout 你刚才说到12点直 直去不用打灯 只要apply to mini Roundabout 即是如果我在mini Roundabout上 在6点或12点 就真的直路地走 看到安全就可以直走 那你去到mini Roundabout 如果你想要出 mini Roundabout 你需要打灯 但进入就不用再打 譬如我去左边的出口 是mini Roundabout 我就打左灯 直去就完全不用打灯 你去右手边三点的出口 你打右灯 只有mini Roundabout 你才可以在入口才不用再打 其实无认识 我也是这样的 说真的 因为有时候你这些小的Roundabout 你不会这样直去算 很多时候 你打那Roundabout 就是这样大的Roundabout 你会在这里数出口 你去到那个出口 然后你很自然 turn off 这个动作是不同很多的 on the big roundabout 但如果你说去到大的Roundabout 即是你见到公路上的Roundabout 好像没有刚才的男排仔 你一样就像前述说 你去三点十二点或三点都好 其实你出口要打灯 你进入入口 你都要打左灯 唯一一个很大的分别 我当时我问过师傅 就是如果你有第二个出口 那我应该是左线还是右线 很多时候都说第二个出口 你会是左线 是是是是 但有时有时 有时是在10年 不是在10年 是在3年 即是在那边才占 这些情况 总之你要见到你的X在哪一个位置 你就会拍到哪一条线 很多时候有时 老牌会告诉你 即是打Roundabout 这条线地下会写着 但有时车会看不到 是是是是是 在学车的时候 它很强调就是你一定要看Roundabout的形状 是是是是 那个路牌 路牌它会指示到你第一二三个出口 其实是哪个方位 是是 这个是多数在你不知道十辆车前一定有个路牌 是是是是 你一见到其实你知道你第二几个出口 你又譬如在三点钟 你选择好线 OK 那你只要打灯又打灯 都是经验的 这个提示 多点看路牌 多点看路牌 是是是是 地下的线也很有用 地下都有用的 我觉得那个地图和地下的路牌 就好像地下的路牌 就像地下的路牌 就像地下的路牌 跟着那条线走 就应该没死 是 你看个Google map 然后知道它是哪条路牌 那说回考试 考试 有什么提示给我们的观众 就是那天是否紧张 还是怎样去准备 就一定不会很紧张 因为你很紧张 你个人很怯的 我想最紧张的就是 我怕遇到有单车 因为有单车的话 第一就要过单车 这里不是那么容易过 是 不过那条例过了 改了 是 是不知道你要当一架单车 一架车在你前面 我都问过他 我最初在原意 我有时见到单车 你当单车很厉害 你当单车很厉害 那我就说 那单车在那里走 他又去自己的路 那我就走回那条路 我都没想到 那我就可以这样平衡 是不行的 是的 即是正确的 steve 说 你要有1.5至2米的距离 因为你腎防 他会跌下来 那他有个路 走也好 你要当他一架车 不过正常来说 铁车没什么人会跟这个路 而且在同时我踩一架单车 我都不会预期十几架车在我后面等 这个是 但现在过单车 基本上是旁边的条线没有车 你才可以过去 反而我最难是Roundabout 是因为Roundabout 入了Roundabout之后 有时候那些线画得不好 你可能歪了也不知道 那是最终于失败 是的 但铁车的时候 你没什么斜的时候 你都随便 这样 发生三条线 是的 那时也说我走Roundabout 是最容易在这边飞飞的一个 是 出线 因为他说你走这个Roundabout 走得对不对 那我问他什么叫人 对不对 你当Roundabout是两条线 你两条线都没有车 那些人出Roundabout 就这样就直去 但在你考车的时候 你不会这样直去 你要跟着那条线 是的 慢线就跟着左边线 先跟着左边线 那这个呢 你再再一次 是的 是的 我想说 你一定要跟着 我试过后面的车 因为看到我这样走 他以为我想在第一个窗口出 我更危险 原来他后面的车就立刻有转转 但其实 我用我学车的时刻 就是跟着车车 我打灯才进 是 但是有一些很心急的 后面的车司机 他就会说 你好像你拼在那边 是 是 其实是很容易撞到 是 所以又是 但是如果你不跟着 这样走 那划包 你一定会 你是不是觉得 因为你香港有一个经验 考试 就是都会验一下车 那这里一击即中 还是 那里 都未必是的 因为在香港那一套 和英国那一套 都挺不同 我最多就是 我不怕那辆车 我在香港 学完 那二十多个小时 就令到我在英国那里 就不是很害怕开车 但是来到英国 因为你考的时候 或者你学的时候 你要行Motor 走高速 你香港不会学这些 那变相 反而来到英国 是学了很多 在香港学不到的东西 很有用的 还有你是不是说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那个instructor 不断跟你聊天 你干什么呀 你没有老婆子女 那些 就是不断跟你聊天 我就想为何呢 就是 他就会焚击 你会开着很大声音乐 你会跟我聊天 所以我就觉得 为什么 到我考的日 我终于明白 因为考的日 他没有焚击 但是他会不断跟他聊天 你在做什么 就是考官和他聊天 我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做 shut up 虽然他有问过我 你那部cam有没有开麦 我就说没有开麦 就是我真的没有聊天 但是他又会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也有问我 我个人认为他会惹怒你 之后就看看你会不会突然有一个分神 就是失神的做错了一些动作 因为你做错了就立刻刺激你 我个人觉得 师傅当时他骚扰着我开车 其实我觉得他有目的 有机会 有机会 校官跟你说话 你除了搭他之外 我叫他收屁 我想说这部学车的好处就是 虽然你是学习牌 但是你没有师傅 他的要求是怎样 旁边有司机陪你 你就可以出去练习 所以Jacky当时没有学车 其实他很热冲于 四围驾车去不同地方练习 那我问一下 我想刚才你也说过 最难你觉得跟英国香港比最难是什么 是不是单车 单车因为香港很少见到单车 最多是电单车 绿灯的时候你要长期望 左右的有没有突然间电单车会数过来 还有马车 马车也有马 真的吗 还有Roundabout 其他我觉得 这个速度 这里英国的速度是 比香港的速度更快 第一天你学习去驾车 是真的你通过试试 你真的开始开车 是的 最后有什么心得和建议 比现在还在努力学习 或者来到考试的朋友 我想都是要 多练习是最好的 如果有合资日的人 坐在你旁边 因为这个跟香港不同 你有个合资格坐在你旁边 可以保持着驾车 那谁坐在你旁边 我有找过当地朋友 试过 总之他有全线 三年去坐在你旁边 然后你熟习一下多些的路面 然后 之后 如果银多一点 我觉得都是会合资的 还有 不要太紧张 就是考试那天 那 平常心理 你如何学习那两个小时 你就可以去驾车 我觉得这个可以 买了什么车 我买了这个是Volkswagen Volkswagen Volkswagen 对 Volkswagen 对 Volkswagen 变相那个车 最后我都是 我站在28个小时 我是不过93% progress的 所以师傅就给不到车 我只用自己的车 OK 所以我都很熟悉自己的车 Golf Volksw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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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座 你未必会认识的 是小车 OK 不是跑车 不是跑车 我不认识 不是跑车 不是日本车 不是日本车 不认识 不认识 哇 恭喜考到车牌 一次过车 我都觉得很大的成就解锁 很开心 我一考完就已经 上摩托车 上摩托车 过两两个小时 这样的事开心 就要周围去 是 Good 好了 好了 我希望大家觉得这段影片有用 有很多很有趣的资讯 好了 恭喜 恭喜 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段影片 记得按like subscribe 还有按下小铃铛 Bye Bye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